今儿我们来到牛街来这逛逛 感受一下这儿的古迹和胡同 这条街的历史远比牛街这个名字更古老 明朝时这儿被称为李白寺 清末庚子之变后 慈禧太后班照将这儿改名为太平街 但没有得到民间认同 这是北京城唯一以牛为名的大街 相传当年这个地区种植十六元 回民又喜欢吃牛肉 牛与牛的谐音 牛街就成了人们对这儿的称呼 顺着南河西街走过几家店铺和幼儿园的大门 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古建筑 这是圣安寺遗址 虽说面积不大 却有着接近九百年的历史 圣安寺始建于金朝 之后历经了数次死毁和重建 建国后改成了圣安小学 文革期间又叨到了严重破坏 只剩下我们能见到的山门和后边的天王殿 现在改成了幼儿园 小学生 自宋元时代起就有很多穆斯林住在这,此后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,逐渐形成了北京最大的回民区。 我们面前的这座伊斯兰风格的穹顶建筑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,学院于1958年建成,是培养年轻阿宏与毛拉的高等学府。 学院东侧的一大片公园和北边的建筑群都属于法园寺,这座北京城内历史最悠久的佛寺最初由唐太宗下令修建,在公园645年落成,后被武则天赐名闽忠寺。 在后世的朝代也是多次损毁与重建。 在清朝雍正时赐名法园寺,1978年恢复了宗教用途,并在次年建立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。 可惜因为疫情连带着旁边的北京杂技团都没开放参观,只能等疫情过去再来。 顺之四门往东是一大片居民区,好几条胡同穿插其中,等着我们去探索。 在西砖胡同的入口,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位住在这儿好多年的大爷。 热情的大爷带着我们走了挺长一段路,向我们介绍了这些胡同。 这个啊,从那儿转一圈,就从这儿这么转一圈是吗? 从那儿这么转,往走七点过来,从那儿转过来,从那儿转过来。 反正你来上来那么好,哎呀,好嘞,谢谢您。 这,因为你要是不懂历史,你转也不说。 不懂历史,就是瞎转。 不是,你看人家过去讲了,门楼有多高,台阶有多高,门楼有多大,那都有说法的。 你要从这儿走也行,从这儿走也行,走这儿也行,反正我从这儿也算一回事,挺好。 这还真的就得老住胡同的老居民了解。 像我们的,我从这儿升到那儿,我今天本七十了,我们都现在都说不清楚以前这是干嘛的。 你问他们老住,他们也不知道。 你知道吧。 还真没来这边的胡同溜溜溜的,之前是去琉璃井那边。 这个地方还是早,因为那个庙子一千多年。 你像这个,这就属于小门小伙子,这两个都是上头,应该要四个就厉害了。 对,就这个,这门楼的这个,它两个要四个就厉害了。 哦,就它,大户人家就,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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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厉害。 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些房,都有可能是,某些宅院的后门。 不是,它好像,呃,不是后门,它这等于就是说呢, 好多过去这个就是,这个买人家就讲连于风水。 哦,好像风水。 对,一人家离着妙境。 哦,对。 那时候,呃,在大唐圣是中国以佛为主。 对,咱那边胡同里边有没有就是后来像人家都改建了,然后 重新扎了墙啊,然后做了一些那个。 但是你别我告诉你了,但是我,我告诉你,完了我,你从这儿拐进去。 嗯,我,完了我就从这儿不转回回家,你这我告诉你,你就看着。 行。 啊,你就看着。 这点改的不算特别厉害。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已经改了,都修的新的,没有那个老糊涂的那感觉。 可是你这话又说回来,你不改吧,居民毕竟住着,咱还是老百姓住着。 但是它这个原始东西,它有,你像这门楼,这个石头,这石头,你看,我都不懂,你这么不懂啊。 这个是,好像也有讲究的。 这不是,这个长方形的,跟古形的,跟上面刻的荷虎,就分文官五官,对。 这咱不懂了,对,真不懂。 这肯定就是说,这肯定是,他们家干嘛,咱都不懂了,对吧。 这有点,是不是类似于这种门桌,就是上马石,下马石,不是,还不是,不是,上马石,下马石啊,是搁在这个门口,在外面,对,不能这样。 哎,哎,我这正好,哎,我这正好,我说给他们带着,他说看了,我说你就转一转就完了呗,老糊涂。 老糊涂没人,咱们住上不觉得,可人家没来过呢,我们可心去了。 哈哈哈哈。 啊。 啊。 原和酒园,对。 这还真是原来的老,老酒园。 对,这肯定是以前是不是人家,啊。 酿酒的。 酿酒的,要不然他不能请个酒的。 对。 嗯。 对吗。 这你从这儿拐过去。 从这儿拐过去。 哎,这个呢。 这,就从这儿拐过去。 这么,完了你啊,我还往右手拐。 嗯。 还往右手拐就能看见老糊涂。 哎。 从这右手拐,你要是,想看那么糊涂呢,就从这儿,嗯。 一直走去,嗯。 就是那么糊涂。 但是你要不一直走呢,你先看这点。 你再从前面进去,再转去。 哎,也行。 对,还是,嗯。 行,谢谢您,我们在这边再转转。 对,因为那边什么都没有了,就这边。 没事,我们就是整个都拍摆。 好嘞,谢谢您啊,辛苦了,辛苦了。 告别大爷后,我们继续探索西装糊涂。 这原来的老木,嗯。 就拿泥糊涂上在这儿,可能怕砸着人,就给屋顶上。 但这应该是老墨盘,这个墨盘挺,挺那样的,挺老的。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石渡,在人家村里边,来看那个, 它那个是比较整,连墨的底下的那个堆,在盘都有。 这些糊涂最早在明朝市就已出现,长约五百五十米。 早年间,这儿大多是砖瓦店,因此得名西砖糊涂。 当时南半段是前砖糊涂,北半段称为后砖糊涂。 清末之后被统称为了西砖糊涂。 我还真是没想着说牛街里边还有这么大一片胡同区呢。 我一直以为牛街这边全拆了。 嗯嗯。 这小小小小是无论的,都算是大了吧? 对。 都不动了。 他们都是这样的,好吗? 哎,红红红豆冰。 这跟人一样。 嗯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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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